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尹正 这不教师节就要来了吗 这个商场里面听说在举办一个教师节感恩活动 相信是有很多老师会出现的 所以我和珍农今天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打算随机的搜寻一些老师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话不多说 我们走吧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可以等一点时间采访一下吗 可以 您的职业是 是 老师 现在的老师已经这么年轻好看了 您是尹正老师吗 对对对 我是 我不是老师 我就是尹正老师 我就是普通演员 您小时候印象中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呢 以前我觉得老师在我心里 就是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老师就是我的神 他就是你的神 对 学生往往都会给老师 就是起一些非常可爱的绰号 所以您的绰号是 他们都叫我梗王 没事的时候还叫我去德音色做兼职 去德音色做兼职 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教育或者是引导孩子的小妙招呢 我就建议他们跟父母就做做做运动 手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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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打几把王者之类的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请问您是老师吗 我不是老师 我今天是带实习生到这边来市场调研的 所以他们叫你 他们也都喊我老师 再怎么说算半个老师吧 对吧 这样算起来也算是吧 对对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的实习生 有没有一些让您特别无语的瞬间 特别无语的瞬间有 有一个小姑娘她居然跑过来跟我说 电脑怎么开 我当时就 就特别无语 请问您是老师吗 我不是 不过我爸爸的姐姐的儿子老婆弟弟好像是 她是你的 她就是我唐嫂的弟弟 对对对 教师节马上就要来了 然后在这里您对您唐嫂的弟弟 有什么话说呢 教师节到了 您辛苦了 祝您节日快乐 虽然也没有见过您吧 什么 你们两个没见过面吗 对没有见过面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一起来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好好好 这边有两盒真浓牛奶 里面有真浓对老师们浓浓的敬意 还有衷心的感谢 您可以和您的老师一起分享的 祝各位教师同行们 节日快乐 永保青春 生活幸福 工作顺利 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 教师节快乐